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滑鼠标移过来 这个功能是怎么做出来呢? 这个是移过去,这边想告诉你这一格该怎么打 对不对?你看到这个 你只要把滑鼠标移到这一格来就出现这个 说明在这里,你看见吗? 那我移到这一格来,当然这边有说明 再移到下一格来,再移到这个圆 这个,它会教你怎么使用 它会移到这里来,是 请记得打数量跟单价 当你点这一个,除了单位要 就把数量跟单价打完,那金额会自己算出来 当然这金额就很简单了 这个,那就会预估这边,它自动会帮你做 那这个功能怎么做出来? 这个是在教育里面这个功能叫做新增注解 注解就是一种说明 注解就是一种说明 如果你那格希望告诉你,它该怎么打 之前我们曾经做过,在资料验证的时候 那边是输入的提示 输入提示,点到那格 那这个做法是叫新增注解,两个不太一样 好,来,我来做一下 售款人就点到这一个 我在售款人这一个,我想想加说明 我就点选,新增注解 那注解,那注解就开始了 譬如说 中文 姓名 好,售款人这里请你打,这是我刚打进来的 那你打完以后,从前这一个就出现红的 滑雪标只要点到这一,滑雪标一过来,它就出来了 这一过来就出来了,来,我再加一格 那譬如说在这个地方,代收这个品名 再打一个新增注解,对不对 请写完整 在这个地方,来 那点到旁边就消失,一道滑雪一到这里来,自动会跑出来 这叫注解的功能 那注解我们来看一下,这比较简单,一次说完就好了 你可以新增,当然也可以做三足 老师为什么它没有量 因为我现在点在这一格里面没有注解 你必须点在有注解的地方,它才会冒出删除 OK吗?那点上一个 上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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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这个就可以来跳,下一个,下一个 你也可以点哪一个,显示所有注解全部秀出来 只要有注解的地方全部都秀出来 所以你干脆看得懂,第一个会新增,第二个会删除 上一个,下一个,那干脆点这里 好,点完再把它取消 打开全部取消 这个,好来,请你试一下注解吧 注解就是,也是一种输入提示说明 是的 参加